这不是什么黑暗料理 家里有小孩的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一口报纸的脆皮糯米烤肠 三肥七瘦的猪后腿肉搅碎 放生抽 蚝油 胡椒粉 量都打在屏幕上呢 记得把它焯下来 然后抓拌均匀 腌制四个小时 锅里放油 下洋葱末 泡发的干香菇碎 炒出香味后关火 再加隔夜泡好的糯米 生抽 蚝油 老抽 白糖 量一定要称好 味道才正宗 炒匀放凉后 加腌好的肉像搓衣服一样 把它搓匀就行了 提前半小时清洗肠衣 套水管洗两遍 顺便看看有没有漏洞 水中加白酒 肠衣再泡半个小时 拌好的料塞进灌肠器 很多小伙伴说肠衣不好套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 取一小块肉塞到出口 起润滑作用 像这样就很容易套了 右手转动灌肠器 左手放肠衣 边灌边用手压松 不要灌太满 五分满就够了 灌好的肠衣分成小段 每段上均匀的扎上小孔排气 水干后转小火蒸一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自己做的干净卫生 喜欢的帮我点个小红心吧